澳洲铁矿王牌失效 中国最大铁矿超量生产 土澳还能硬扛多久 自澳大利亚紧跟美国脚步疯狂起舞 对中国大肆攻击一来 中澳贸易关系一路走低 澳大利亚多项出口产业受到打击 但是澳大利亚似乎并不着急 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铁矿高度依赖 只要打好铁矿石这张牌 不愁弥补不了损失 去年国际铁矿石价格一路走高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家 而澳大利亚国内的铁矿石出口商可就得了益 澳大利亚政府和媒体更是放出豪言 要继续提高铁矿石价格 把其他产业损失的钱赚回来 虽然不知道铁矿石出口赚了钱 对农产业出口商的损失有什么补偿作用 不过澳大利亚显然自名得意 觉得拿捏住中国了 可是随着中国布置的一系列后手发动 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日前传来一个好消息 齐大山铁矿去年超额完成了任务 2020年出产铁矿1000万吨 其中300多万吨是金矿石 超出了年度计划 齐大山铁矿是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露天铁矿 储量丰富 自从上世纪70年代开采以来 已经为我国提供了超过1亿吨铁矿石 我国本来也是铁矿石生产国 但是因为我国境内的铁矿多是贫铁矿 而不是负铁矿 品质低不说 开采难度也大 开采成本高 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就渐渐地从自己开采铁矿石 变成进口铁矿石了 毕竟要讲求经济效益了 而澳大利亚就是中国进口铁矿石 最重要的来源 澳大利亚铁矿石占了中国铁矿石总量的60% 也难怪澳大利亚信心满满 觉得中国离不开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了 但是中国可不是那么容易受要挟的国家 虽然现在我国还在继续进口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但主要原因还是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价格低 品质好 如果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价格超过了我国自己开采的成本 那澳大利亚铁矿石就会瞬间失去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而在铁矿石方面 我国很早就开始全球布局 力求铁矿石来源多样化 现在我国已经和印度巴西达成了铁矿石进口协议 将从印度和巴西进口一部分铁矿石 同时我国还在非洲拿下了几个铁矿开采权 比如近期开始投产的新唐克里里铁矿 挖出来的第一船铁矿石已经离开港口 向着中国来了 在产铁大国秘� 中国也大量投资 收购了该国铁矿不少股份 为了增强中国在国际铁矿石价格上的话语权 中国费了许多心血 就算澳大利亚禁止向中国出口铁矿石 中国铁矿石进口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澳大利亚总以为中国好欺负 其实中国没有做好万全准备 不会轻易出手 但一旦出手 就必然是要把澳大利亚打得毫无翻身之力 当然澳大利亚的作为也警醒了中国 依赖进口终究存在不小的隐患 能够自给自足才是最好的 中国现在已经制定了计划 打算在2025的时候实现铁金属自给率达到45% 而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碳排放 中国还准备削减粗钢产量 这一系列措施都代表着国家在行动 澳大利亚想要趁着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 加大对华出口借机大赚一笔 现在看来这种企图是要落空了 虽然现在澳大利亚还信心满满 但是随着中国布置的后手发动 澳大利亚的好日子是肯定要到头了 在中澳贸易中 澳大利亚占足了便宜 不仅是商品出口 中国的留学生也撑起了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行业 但是澳大利亚不知死活 肆意挑衅中国 破坏中澳关系 那就别怪中国要给澳大利亚一个教训了 也不知道失去了中国市场之后 澳大利亚自己还能冲多久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了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发表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那就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哦 我们